中国人喜欢饮茶 而我独爱六宝茶 它是儿时爷爷口中的良药 更是海外游子心中家的味道 那是来自三江交汇 无岭之南的广西吴州人 儿时的记忆 一千五百年前 仙人们耕采实力汉拔青山 只为那一道红浓沉醇 也为那一缕槟榔茶香 六宝茶是大自然对人们最好的馈赠 是沿茶淳古道走向南洋的香情寄托 更是走出去的吴州味道 海外侨民驻足他乡 水土不服全凭这一盏茶 思乡愁肠 靠的也是这盏茶 一方水土 一树青芽 秉承传统 清明前后是采茶最佳的时机 一盏好茶 每一步都需要置茶人全神贯注 不离分毫 从鲜叶的采摘到杀青柔年发酵 再到最后的尘化 岁月会将所有的辛苦执着 化成一盏好茶 爷爷说过 传统不当于守旧 发扬传统 推陈出新 才是发展之道 六宝茶的品质 经数代人的努力不断提升 而现代化技术的发展 为六宝茶带来了新的生机 连续化清洁化的不落地生产 为它添加了新的活力 千年岁月流淌 六宝茶早已着人而立 而这一次相遇 更将这价值再次提升 标准化生产 形成产业化 规模化 从茶园到茶杯 从手工到机械智能 诞生了更多的茶类产品 衍生出更多的茶叶文化 产业化 才能走得更远 过去 我们的仙人通过茶淳古道 带着香愁 带着不舍去往他乡 如今 一带一路倡议 给六宝茶带来了更大的机遇 走向新的征程 唯有不忘初心 传承发展 方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